新古毛 各位新古毛的选民 大家好 我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这次的补选 我们委派小桃 成为我们的候选人 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候选人 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 他的魄力 他的年轻 他的能力 能够成为一位好的人民代理士 我们希望新古毛可以继续得到政府的发展 政府的这个关注 那么小桃可以成为 州政府和新古毛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恳求新古毛的选民们 投给彭小桃 也投给希望联盟 谢谢大家 国盟当反对党 看看表现如何 倒数三二一开始 第一国盟炒作肉骨茶 旅游部将肉骨茶列为大马美食之一 反映国家多元文化 却被炒作成宗教课题 一党议员称肉骨茶非清真不能成为大马美食 极端发言分裂社会 第二国盟炒作母语教育 宪法保障母语教育 但一党议员极端发言称母语教育令人不安 起步煽动仇恨破坏社会和谐 第三国盟不尊重司法 单州一行法违宪案被一党主席哈迪阿旺炒作成宗教种族课题 甚至声称法官昏庸 不但不尊重司法机构罔顾大马社会契约 更破坏国家稳定 国盟当反对党失败 再单登波及做政府同样失败 一党在执政州落实极端政策 禁赌禁酒 禁演唱会等 无法保障非穆斯林权益也无能发展地方阶级 人民被迫离乡背景考生活 新骨毛补选是拒绝极端 对国盟说不得一场公投 新骨毛选民一定要出来投票阻党绿朝入侵 支持西蒙捍卫多元